這裏有一則新聞 不知道到底是誰應該負責 法律上就是那些油公司應該負責 但是看樣子 油公司就會左騰右騰左扁右扁 嘗試避免負責費用 在美國那邊的墨西哥灣 有很多已經放棄了氣井油井 這些氣井油井 目前來說數量是多於正在生產的氣井油井 而最新的研究發現 要解決這些曾經用過的氣井油井 在漲價上封了頂部 大約要300億美元 300億美元 到底誰會負責呢 不知道 總共有多少 大約有14000多個油井 過去85年來 因為轉取石油和天然氣 所剩下的東西 這裏發現 90這些井 現在就在聯邦的水域裏 但之前有些主要的油公司 例如BP、Shel、Exxon之類 而美國的法例就說明 這些公司是要負責清理的 就算現在不是擁有這些油井 但很明顯 很明顯 現在 美國納稅人要負擔部分 在2021年 今年應該是2023 2021年的基建法案裏 撥了47億美元 但47億 在需要300億之中 可以說 真的很少 因此 到目前為止 到底這些油井 會不會封到頂 不封的話 最終都會洩漏 掩污環境 我們經常說 中國的環境很差 但在美國 一樣有很多 有可能破壞環境很厲害的東西 等著在這裏 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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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時炸彈在這裏 到底什麼時候爆 大家就不知道